酒好不怕相子生 不可以 酒香不怕相子生 为什么要用相字 我有一次上课 有一个同学来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先生说酒香不怕相子生吗 在今天这个社会 如果你不宣传的话 那怎么人家知道你这个酒好呢 我说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 改一个字的话 我们就怕相子生了 叫酒好不怕相子生 不可以 是因为几乎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好 就是因为别人不知道什么叫好 那怎么办呀 以现代人的认知是什么 比如我任何一个东西好 我就要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去宣传 告知别人说我这个东西很好 那现在可能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 来去描述这个东西有多好 可是古人的那时候 没有这样的这个宣传的这种手段 那怎么办呀 中国人的聪明 中国的才智就表现出来了 我在生巷里头 你怎么知道我这里头有好的酒厂啊 我就把这酒做香了 风一刮可以飘到很多的地方 老远人便就感知 哟这是什么香味这么香啊 然后顺着那个香味 就可以找到了生巷里边的这种酒厂 所以香是宣传 因为香让别人感知这个酒好 因此现在这个中国人做酒 你可以看到几乎生产白酒的所有的厂家 都把他的自己的酒设定为一个特定的香型 你比如有浓香型啊 酱香型啊 清香型 跟外部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 你只要打开了一瓶酒的时候 他会觉得 你这酒好香啊 他说我们的酒没有这个香味 你什么威士忌啊 你闻不到这样的香味 只有中国的白酒这样 你可想是中国人的多聪明 在他的整个的酿造的过程当中 工艺的不一样 产生的香型也都不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要用箱子的原因 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我们下 viene来的